作词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 希望大家以后在家里 你要念药师经 你要念地藏经 你要修仪轨 前行呢 各位叫生起这种大悲心 菩提心 所以念一下 菩提心为因 大悲为根本 无所得为方便 那这三句话是 大日经 也是密宗最高的宗旨 大乘佛教的目的 我们之所以做任何修行 都是为了成佛 那成佛 不是为了自己想成佛 而是以大悲为根本 因为众生母亲都在受苦 每天有无量无边的众生被杀 无量无边的蚂蚁被踩死 而且呢 我们自己也是一个苦 我们在这个世界还在轮回啊 还没有正的空性啊 还在为了爱恨别离 财失明时碎 在这边冲啊 好可怜啊 所以呢 我们对所有的友情 要负起慈悲的责任 那各位千万不要说 漠不关心别人 就算我们没有能力 也要回向给他 但是呢 千万不要舍弃众生 就是说 我不管你 如果你舍弃众生 那就舍弃大乘佛教了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要以这个大悲为根本 所以各位念佛 诵经 持咒 对境不是念给自己听的 我们的目的呢 叫观修那些众生痛苦 所以我很喜欢去屠宰场啊 到老人院医院 去那边念佛 因为就像爸爸妈妈正在受苦 那你会很精进 为他们念佛 那为了要帮助他们 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 那就是佛陀一样 解脱所有生命的痛苦 所以有这个大悲心 就很容易 生起不对传的菩提心 那为了圆满菩提心 无所得为方便 那各位做什么都要放下 做什么东西不要有自私的动机 了解万法都是空虚幻的 尽力就好 就像我们这个生命 死亡是必然的 生老病死 你在怎么努力 赚多少钱 多少名 带不走的 他只是一个暂时混化的存在 那虽然是暂时混化的存在 空性 但是我们却可以拿来利益众生 拿来成佛 借假修真 所以一点都不执着 但是那却充满了一个悲心爱心 为了众生追求成佛 更愿意所有众生都成佛 那为了如此 佛陀告诉我们 最好的修行方法 就是自他交换 什么叫自他交换 就是各位呢 要勇敢的 毫无保留的 吸收对方所有的痛苦苦难 你要有这个愿力 这是快速成佛的方法 努力的 累积各项的善业功德 能够布施给对方 如风来去 把好的给你 把你的坏的我吸收过来 而且呢 坚定不移 永不退转的 追求成佛之道 让所有众生 都能够就近解脱成佛 然后呢 生生世世 为此很努力 所以我想 现场的一切都是虚幻的 假的 暂时的 再过 可能再过一百年 全部都不见了 搞不好这栋楼都拆掉了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暂时存在 没什么好留恋执着的 但是你却懂得利用它 就像各位我们 用钱买那些食物 用钱造佛像 钱 不能永远拥有 但是钱可以化为功德 化为慈悲 那就是善用金钱 就像人有感情 但是各位你不要把感情 用在一两个人身上 对你来讲 太痛苦了 太浪费了 你可以把感情 像刚刚 我们念 爱所有众生 告诉所有众生 我爱你们 我一定要让你们离苦 而发起来 为他们而成佛的菩提心 这个叫做责任 而且愿所有众生 都能够成佛 所以念一下 众生度尽 方成菩提 要让所有众生 都解脱了 成佛了 那我们的轮回才停止 那各位要一直 养成这个习惯 因为大乘佛教讲 一切自私 为自己而做的 都是痛苦烦恼的因 都是痛苦的 一切为众生 为别人 那才是佛的心 才是快乐的因 那各位要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今天你还没结婚 那你看到一个 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你要说 阿弥陀佛 赶快离开 因为 她是一种欲望 你怎么不去 扶老太婆呢 今天你看到一个 你喜欢的男人 你要赶快离开 我要转念 我宁可去老人院 那些老人 躺在那边 没人关心 我干嘛去 关心一个臭男人 那如果你要去 关心一个男人 那你至少苦吃啊 那老人院的老人 你为什么不去关心呢 那你想一想 自己会觉得很惭愧 这个叫善根 所以学佛的七圣财 有了信心 要有自惭愧他 我怎么可以生起 这样的心态呢 我很惭愧 自己觉得很惭愧 也愧对对方 叫自惭愧他 当你跟你的爱人 在河边散步 你为什么不去老人院呢 有时候你要这样去想 我为什么这么自私呢 当我在吃饭的时候 可能还有很多众生 没饭吃呢 我一定要先 我给他们施食啊 几颗饭也好 我不愿意 自己在那边吃啊 当我们在吹冷气的时候 哎呀 外面的众生 多苦啊 所以刚刚下雨 我很高兴啊 那是佛菩萨慈悲啊 法会要开始了 赶快清凉一下 所以每次法会开始 我们就要撒干露 没水要撒撒水 拿摩清凉地菩萨 先撒干露 先让他们清凉 因为大部分的恶鬼道 地狱道 都是从火堆来的 都在被燃烧痛苦的状态 所以那你要这样子不断地去想 所以我想菩萨断习气 罗汉断烦恼 那什么叫烦恼 烦恼各位都知道 贪嗔痴 傲慢 基督怀疑 那这个贪嗔痴 傲慢 基督怀疑 久了就变成习性 就像摄利佛尊者 已经证达阿罗汉了 但是一直要被杀的格子 跑到他的脚下 还会发抖 然后佛陀走过来了 这只鸽子跑到佛陀脚下 却不发抖 很自在 摄利佛就说 我也是阿罗汉 佛陀你也是阿罗汉 为什么鸽子看到我会怕 佛陀说 你虽然是阿罗汉 三辈子的精进 断贪嗔痴 但是你称慧的习气 还没消除 为什么 因为摄利佛 很久以前做一只毒蛇 这只毒蛇 因为他很有钱 很有钱以后 死了他不甘愿 他守护他的财产 变一只最毒的毒蛇 守护了他财产 那个房子没人赶进去 守了七辈子 七辈子 后来他看到一个出家人 经过在修行 这只毒蛇一直观察 他善根起来 哎呀 我怎么这么可怜 出家人在那边修行 我在这边做毒蛇 守财产 所以这只毒蛇就跑出来 跟那个出家人讲话 出家人很安定 因为出家人是阿罗汉 这只毒蛇说 我好可怜 七辈子赚了钱 怕人抢夺 变成毒蛇 在那边守财奴 太痛苦了 随时想要咬人 因为怕人家抢我财产 我看你这么自由自在 放下 这样好不好 度度我吧 你帮忙把我所有的财产 拿去供养佛陀 你也提着篮子 我放在里面 那我有机会 去归依你的师父吧 这个出家人就答应 把这只毒蛇 放在篮子去见佛陀 打开以后 佛陀当然知道 这个毒蛇的来历 就跟他说法 这只毒蛇说 我把我的家产黄金 都供养 你就度我吧 所以佛陀为他说法 那个时候的佛陀 那佛陀讲了 那只毒蛇就是摄利佛 摄利佛过去是毒蛇过来的 所以是智慧第一 但是虽然摄利佛这辈子 震阿罗汉了 但他的这种称慧习气还在 所以鸽子看到他 就看到毒蛇一样 那佛陀说 我已经绝对彻底的断烦恼 又断累劫的习气 所以众生看到我不会怕 所以讲到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让别人怕你 你非常不慈悲 因为你想要保护你自己 那你就希望别人怕我 那这样你将来就会做 有毒的动物 如果做人变成有毒的魔鬼 很可怕的 所以呢 宁可别人欺负我们 我们要变成一个小baby啊 亲爱啊 和蔼啊 就像每一尊佛菩萨一样 这么亲切 就像观音菩萨 没有人会怕观音菩萨的 因为观音菩萨 慈悲无称慧 而且要主动的帮助你 但是世间人往往会用金钱财产 来显示自己有力量 就像佛琐说 女人有武力 有五种力量 就是什么 撒娇啊 哭啊 有钱也更骄傲啊 甚至一哭二闹 第三种叫上吊 然后女人用这种力量 来征服男人 所以小孩子用哭的 男人用权力 女人用娇媚 因为这都是想要保护自己 那你今天修行啊 那各位要开始改变啊 就像我们出家人 每天都要摸头 用什么 不能傲慢啊 不能凸显自己啊 这个东西是借我用的假的身体 我是用这个假的身体 来实践慈悲智慧 就没有一点高矮胖瘦的骄傲啊 这一点你要习惯啊 因为有些人已经习惯我身材不错 习惯我如何如何 他好像就隐隐约约告诉你 你看我美不美啊 他隐隐约约一直在告诉你 你看我有没有钱啊 然后他已经习惯了 习惯这个想法 所以我们要有无所得为方便 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关心别人 各位要做一只变色虫啊 你黄色我就变黄色 你红色我变红色 配合你 配合你 那观音菩萨 你做鬼我也做鬼 你做动物我做动物 你做皇帝我陪你做皇帝 来度你 因为这个要有所得有 这个空性 那你才能够实践你的大悲心 圆满你的菩提心 所以佛陀时代 修苦行最讲戒律的 加色尊者 谁看到他都很尊敬他 因为他很威仪 很苦行 结果有一次 那些舞女在跳舞放音乐 她竟然跳舞起来 大家奇怪 加色尊者怎么会变这样 习气 因为他累次有一次做公子歌 而喜欢跳舞 这叫习气 虽然他已经正安罗案 他这个习气一听到音乐就忘了 就像有一次我也是 坐车 跟一个出家人 那个车上人在放音乐 他拿着念珠不是念阿弥陀佛 他还在跟着唱 我说你拿念珠唱西洋歌 忘了忘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就像有些人 过去有胡须 现在离掉了 还在摸 不见了 他习惯了 所以 那这个习气代表 各位还没有很深入的 去断除烦恼习气 习气就像这个 茶 装茶很久的茶杯 你洗得再干净 还有茶的味道 就这个意思了 那你要把这个改变掉 所以蛇有蛇的习气 无女有无女的习气 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习气 那这些如果不断掉呢 那你就 没办法度很多众生 因为你跟众生格格不入啊 所谓空性就是 你可以穿墙走壁 对你来讲 对别人来讲 那是柱子 对一个空性来讲 万法平等 无有差别 所以他就穿过去 那如果你觉得说 我一个我 他 那你就穿不过去 所谓空性是 你想什么我都知道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因为我想的是我 所以各位你要修踏心通呢 那你不能想到自己 天天想众生 哪一天你就知道 鬼道在想什么 那只鱼在想什么 那个老人在想什么 那你才知道 他需要什么 帮助他 所以没有踏心通 你也很难度众生 文不对体 不知道对方 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所以阿罗汉就没办法度众生 但是佛可以 佛可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佛可以知道几百万劫 他是什么 利用你的习气度你都可以 因为佛绝对清净 所以他的讲话声音 他的心态可以融入到 每个众生的心灵里面 那这一点我们就要开始用慈悲心 而且叫三轮体空的慈悲心 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善事功德 都不要执着 有一个我 有一个你在被我布施 有一个东西多少在被我布施 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 一切一切都想要融入对方 所以我刚才讲说各位 经常修自他交换 很有帮助 这辈子你是女孩子 那你要观修你变成一个男人 一直观想自己变成一个男人 而且去想到众生男人的苦 也可以脱离女人的习气 不然人都很容易说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 因为你想的是保护自己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 菩萨是想说我能为你做什么 根本没有想到自己 就像各位读《金刚经》 忍入仙人被砍被杀的时候 他想的是我如何帮助这个国王 他没有想到说他被砍被杀 心里还想说我将来如果有成就 也感谢这个国王帮我修空性 因为我在修空性 表现出来就是忍入 你砍我杀我 谢谢你 所以他流出来不是恐怖的红色的血 他流出来是白色的甘露 哎呀让国王很赞叹 流出来是白色的甘露 而且呢国王很对不起啊 我砍你 忍入先生没有关系 谢谢你成就我 我将来如果会成佛 我第一个度你 而且呢如果我一点生气都没有来 我马上可以回忽 啵啵啵就接回来了 那国王更赞叹他 这个叫空性 空性叫安忍 就是能够接受变化 无有分别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先学习 关心别人超过自己 这样啊 以对方为主 不想到自己 你要开始学习这样 世间人是凸显自己 那我们呢 是以考虑到 如果你的儿子问了 妈妈我要读书 怎么读 让你的同学都赢过你 读书人 不是你考第一名 考第一名可能有点自私吧 你要帮助每个同学 想办法 花很多力气 你空课比较好 你晚上去他家 帮他整理笔记 帮他背 想办法 帮助他 那这叫第一名 而不是说自私的第一名 竞争 一个竞争的社会 会让人越来越 默不关心 越来越自私 所以我想我们 为什么要办超度 这是最容易的方法 关心众生 特别大家说 七月份鬼门开 意思是那些无事 无事孤狠 没有祖先 没有子女在超度他的 特别是外国人 外国人认为 人死的就去天堂 他子女不会超度的 只会想念他 而不是超度他 拿花去给他想念想念 哭一哭 表达自己的感情 但是他没有想到 要超度他 但是我们华人 我们身在这种地区 我们先天知道 要超度 有轮回 超度他是孝顺 我们就用办法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我爸爸往生 我要做什么功德 你告诉我 我可以超度他 这个观念非常好 但是这个观念 还不是大乘佛教 这还是自私的 我的爸爸 那菩萨应该这么问 哎呀师父 怎么样可以帮助 所有各种众生 都离开痛苦 你告诉我 这个叫佛法 那为了如此 所以各位一定要 看佛经 特别大乘佛经 你看大乘佛经 才知道说 什么方法 是帮助众生的方法 而且众生无边 那你一定要了解 各种方法 而且你要接触众生 各位请记住啊 众生跟佛经 你不能只看佛经 离开众生 你不可能每天忙着众生 而不看佛经 所以很多人忙着众生 一直忙到自己起烦恼 忙到别人看到你也起烦恼 因为你的古怪的习气 让别人很痛苦 忙久了就骄傲 好像这个是我的特权 那有一种人呢 很喜欢看佛经打坐 但是他从不接触众生 那你看那么多 消化不了 消化不了的 这两个是一起的 不断地接触众生苦 也不断地去找 帮助众生苦的方法 就像你妈妈得癌症 所以你会去上网 去问别人 消除妈妈癌症的各种方法 你会去找 你会很积极 所以你接触众生 越多 各种形式 那你就会追求各种的佛法 千万不要把自己定义说 我是南传佛教 我是藏传佛教 我是哪一个教派 我是哪一个 这种讲法都很自私的 因为我喜欢念佛 我喜欢打坐 我喜欢哪一个教派 我的上师 每天都讲这个 太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不是为众生 你只是为 找到你自己喜欢的 所以各位 这一点一定要 抓住 所有帮助众生的方法 都是佛法 所以我们 很多人问我是 你是哪一个教派 甚至有很多信徒 师父你告诉我 你是哪一个教派 因为我的朋友问我 我都讲不出教派 困扰 因为每个人都有个教派 怎么你没有 各位 哪有什么教派 就是佛法 就是利益众生 就是大家发愿 成佛 只要帮助众生 我们都应该去学 而不是把你自己 归类在哪一个宗教团体 哪一个教派 我们不会像我早上去参加 我们大菩提学会 它是斯里兰卡的 他们念的是巴黎文 我不会念 但是我很认真 观想他们念的时候 我也会 这个声音 融入第一二轨道 融入今天的法会 这样 我很虔诚 我也发愿 因为我来世 也会讲巴黎文 因为学巴黎文了这么多 但是你要融入它 所以也要发这个愿 老实说 一个人想要成佛 他不会巴黎文会成佛吗 也不会 巴黎文 汉文 藏文 泛文 他通通会 这才叫成佛 佛是如此的 而不是说 我喜欢哪一个 我喜欢哪一个 这个叫以无所得为方便 无所得就是 你不定位在哪里 万法平等 无有执着 但是你却很尽力 诸佛正法 无来去 没有分别的 但是你说尽力的去 帮助众生 这样 最后圆满 成佛 那更是尽力 成佛才是工作 才是开始 就像一个医生 从幼稚园培养到博士 终于成为一个医生 不是毕业就成就了 毕业他的工作就开始了 他就要开始去 帮助各种的病苦 而且觉得永远不圆满 为什么 你研究哪一科也不圆满 因为这个身体是互相影响的 你要医完全部人 那你要学太多了 你要跟别人合作 不然没办法 因为一个人能力有限 所以我想 各位这三句话要经常背 也去思维 然后我的所有修行 符不符合这三句话 所以再念一下来 菩提心为因 大悲为根本 无所得为方便 发菩提心是我们修行的动机 叫因 所以不能够离开大悲心 那为了圆满菩提心大悲心 那你要有如幻如画的空性 却不放弃一切 所以做什么都是为了众生 自然开发智慧 而不是说 我今天专门研究 华言经的 我是华言经的学者 那你这样还是有所求 因为你希望别人肯定 你对华言经有研究 但是你不是一位 华言经的实践者 那这样也不能 那只是一个学术 而不是一个修行 所以我想 为什么要念佛 为什么要念佛 念一下 普度众生 脱离山途 同生净土 所以叫念佛 而你不用去强调念佛法门 怎么样 每天要讲这个 却你不去度众生 念佛是要度众生 那众生包括鬼道 地狱道 畜生道 包括巴黎文的 包括藏人 你都要度他可以 佛教徒 非佛教徒 你都要度他 那因为你念佛 而不是说 只要强调念佛法门 念佛的经典 但是呢 却没有要度对方的观念 甚至看不起别的法门 我想有些宗派 他很容易 看不起别的法门 认为 我这个才是最殊胜的 其他没这么殊胜 他暗示别人这样 那就成为一种思想控制者 他认为你要跟他一样 那从来没有慈悲 所以 观世音菩萨 有一次释迦牟尼佛问他 观世音菩萨 你过去怎么成佛的 你过去怎么成佛的 观世音菩萨说 维修一法 维修一法是什么 不离大悲心 因为我不离大悲心 所以我过去成佛 大悲心才是法门 那有了这个动机 就像一个妈妈爱儿子 所以儿子要衣服给衣服 儿子要糖果给糖果 儿子要教育 儿子要出国留学 妈妈去做苦工 因为什么 妈妈爱儿子这样 所以他什么都希望满足对方 而不是说我是某一个法门的 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 因为我今天早上去参加 他们的法会以后 我就会想说 奇怪 下午他们怎么没有来 意思是说 我跟你不一样法门 那这个方法 我就觉得没那么远 所以我就会给他们说 下午有大法会 因为他们要超度 知道海涛法治喜欢超度 叫我去超度 但是呢 原来他们没办法 这个超度还是为自己的 而不是为众生的 当然我会跟他们提醒 能够来参加非常好 因为呢 不是法门的问题 而是一种 对自己有帮助 修慈悲心 修空性 累积成佛的资料 各位你要累积菩提心 离开空性跟大背心 为动机的 你都没有菩提心的资料 记住哦 并不是说你每天做的 都是菩提心的资料 没有符合波罗蜜的 都不是菩提心的资料 只是一种善业 那这种善业会让你 下辈子更有福报升天 会让你轮回受苦的 你这辈子做了很多善事 很多善事 但是不符合菩提心 那你就变成一个 大转轮圣王 大上帝 大富贵人 会让你更骄傲 所以这样 无所得为方便 所做的一切 回向菩提 昨天讲了 念一下 一切自治 相应作义 一切为了圆满智慧 佛陀的智慧 相应 就这样相应在想的 我是为了成佛 在努力的 那既然要成佛努力 那一切要卑至双运 要符合空性跟大悲心 所以空性跟大悲心 是大乘佛教的两只脚 所以佛陀叫两足尊 不然世间的人 都在做善法 很多人都在布施 很多人都在做 那事实上 他们的想法 不到究竟处 那我们有机会 能够听闻大乘佛教 要有如幻如画的空性 要有平等 无分别的悲心 这样去做一切 所以我希望各位 下回超度呢 排位拿一叠回家 写完再来 你不能说 我写完了 写了三章 就是我祖先跟堕胎 写完了 我说你还没写完呢 这么多众生 都没写 那跟我没关系 那你慈悲心不够啊 你要写的 除了佛教 所有宗教死亡者 除了人类 所有友情死亡者 你都要一直想 太多了 自杀了 车祸了 跳楼了 各种的死亡 所以各位 写牌位是一种修行 我的师父说 写牌位 边念咒 边慈悲 写到天亮都很快了 因为那是一种修行 就像你一直 开支票给人家 十万块给老人院 二十万块给孤儿院 这十万块盖佛像 因为你一直不识吧 所以每一张牌位 就是一个大背心 也是众生得度的机会 因为我们相信 写牌位 对它有帮助 相信写牌位 因缘到它可以 入到法会的坛诚 可以同享功德 那为了如此 你当然会写很多了 所以希望大家 培养自己 是一个大秤的 种姓 一个未成佛的 所以为什么叫菩萨 叫大士 观音大士 大道心菩萨 它是 它想的是 整个宇宙社会 所有众生 它不是想小家避玉 所以为什么各位做女人 做女人就是 想的范围很窄 那所以各位要做 大丈夫 男人也有 小家避玉的 但是各位要 既然有机会做男人 那你更要发起 大丈夫 的个性 所以站在大乘佛教 劝我们发菩提心出家 是菩萨道的圆满 那既然我们是个男人 而且有力量 不分男人女人 我能够为世界众生 发愿出家 广学佛法 这个就是菩萨 大士 所以念一下 自归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要发无上心 了解众生都是父母 了解众生都可以成佛 而且所有的众生父母 却不了解自己有佛性 不断地在轮回受苦 所以我要 让所有的众生父母 都离苦得乐成佛 为此而精进努力 要发起这个大道心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起这个无上心 而不是谈恋爱 不是追求金钱财产 不是满足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经常鼓励人家出家 很多人说 师父我不能出家 众生皆有佛性 你要不要而已 你不能说 哦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因为本来就可以 谁不想帮助众生 你要说可以 但是你要精进 你要不退转 被砍 被杀 被侮辱 都不要起心动念 但是各位 如果你被砍 被杀 被侮辱 你起心动念 你不会成佛 为什么 这是你成佛最大的资料 能够忍辱 才是最大的资料 所以我这一次去缅甸 有一位老法师 好像有神通 他就跟我说 你从出家到现在 天天被毁谤 我说习惯 然后你从现在开始到64岁 会骂得更厉害 我说我准备好了 他说你不这样就不会成佛 谢谢加持 但是你65岁 骂你就少一点了 我这样子 放生也被骂 你欧妈的背面红也被骂 燕公也被骂 你哪里不被骂的 我讲大乘经典也被骂 你不是修秘的骂 我修秘中也被骂 你是汉人 那反正 但是我师父说 人家骂你是嫉妒你 你要高兴才对 谁叫你信徒那么多 所以 那你不这样怎么修行 没有人骂你 伤害你 你怎么修空性 因为你就满足那个我 我很伟大 我很尊贵 所以各位要有那种 乞丐之想 这个身体是乞丐 真的是脆弱的 心伟大就好 心如黄金 外表怎么被侮辱 砍头 没有关系 笑笑的 就像有名严寿禅师 为了放生 被皇帝要砍头 他合掌念奥弥陀佛 我这辈子 我一个人死 可以救这么多生命 感怨啊 一心念佛啊 结果刀子怎么砍 也砍不下去 国王就佩服他 这个人不是一般人 放他出家 你将来有成就 记得回来度我 心甘情愿 所以我想各位 既然我们在利益众生 那你要借机会 磨念自己 就要让自己呢 不要执着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不要执着这个 活到几岁没关系 尽力就好 我们三代祖师 才活到三十九岁 都比各位短寿 他不是很没面子吗 这个叫无受者像 对他来讲 只是一期的任务严满 他继续又轮回 他不需要活这么久啊 所以他虽然成佛了 但视线一个普通的出家 叫无我像 他要帮助各种众生 无众生像 那空性必须要表现 在你的日常生活 从日常生活 待人接物 你才可以知道 自己修到什么阶段 但是无论对方怎么坏 你对对方失去悲心 就像有时候 有一次我坐车 另外一个居士载我 然后停在十字路口 他说你看师父 你看外面的女人 你看穿得这么性感 我说你不慈悲 那是你妈 你怎么可以这样消遣她 她穿的性感 是她的习性的正常的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批评对方 那你有男人的骄傲 你要对她生起悲心 她现在还在无名的状态 她的成就感 就是她的身材 希望她把这个心态 能够转化 你要以悲心 就像我 他们开车 经过我台湾 冰囊店 刚好红绿灯 有冰囊店 窗户打开 我就比这样 漂亮 他们就高兴一点 还跟我挥挥手 跟我挥挥手 将来得度 但是我不会去看 他们性不性感 这是我有点天生 我从小就不会分 女人漂不漂亮 所以我教女朋友都被骂 你怎么带那种女人 我说她是女人 不是跳舞要跟女人 你叫我跟男人跳吗 那你要找一个 比较漂亮 我没那个想法 因为我不喜欢分这个 我没什么欲望 我不太有这个不好的想法 只是我觉得 因为她没人请跳舞 我就请有爱 干嘛去抢那些 因为我不太喜欢分这个 各位这个很重要 这个对我平静帮助 如果虽然你在修行 你看到帅哥美女 还是 还是 咚咚咚 眼睛快跳出来 很难修啊 起心动念 这个很难修啊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自己 很平静 只看到对方的缺点 女人也可以成佛 男人也可以成佛 念一下 所以对佛来讲 所有众生 他看到的都是未来佛 都是他感恩的父母 佛没有分别 那我们念佛 就是要这样念 不能说 我念佛 我看不起不念佛的 我吃素 我看不起吃肉了 吃肉了更要你去接触它 不过有时候也有点痛苦 像我早上蛮健康的 然后我去参加他们法会 握几个手回来就拉肚子 因为他们吃肉了 吃肉了 他拿手出来握也不对 不握也不对 一握你马上有感应 赶快跑回去上厕所 超度超度 甚至有时候是这样 煮肉的人 煮素给我们吃 我们吃的都拉肚子 所以我法会参加 我走 我有急事 不行不行 煮好了 吃吧 吃又拉肚子 那没办法 为我们来才煮素食 他平常是吃肉的 所以没办法 但是你 这个五卓二四 本来就很难修 所以菩萨要 要忍这个苦 所以我有一点敏感体质 敏感体质是 对方怎么样 你也会怎么样 但是我认为 这个才好修 这样你可以修悲心 你可以了解众生的苦 老实说 别人跟你握个手 他吃的肉跑到你身上 代表你修得好 对不对 这些苦的众生 求你帮忙 那你帮一下 不是马上又多了 一个功德吗 虽然有一点苦 但是马上有一个功德 就像各位做超度 回去以后头痛 头痛 想要吐 胀胀的 像什么 没吃饱 就这么简单 没吃饱 那你就 要让你多做一些 或多观想 所以我希望各位 现在有手机很方便 像我们这种 大放生 大烟共 有相片 你就拿起来 吻啊哄 吻啊哄 这样 因为你参加过了 更好 然后你随喜过了 这个功德 吻啊哄 他就得到 念一下 万法唯心照 这个密称的重点 在观修 观修 吻啊哄 所以我每天都会 带各位念 来念一下 五万五千场 国际焉共诗实 吻啊哄 像我昨天去看 达朵努老法师 我缅甸的师父 他来新加坡看病 我走了 我就跪在他面前 吻啊哄 念了一大堆 老法师也知道 我把功德供养他 这样 因为 那我就是要累积 这些功德来供养 我也跟老法师说 我每天都跟你写牌位 都一直回向 因为 对我来讲很重要 因为 这个就是我 尊师重道 该有的 就很好 所以但是 这样念 对方真的有帮助 因为那位老法师 有一点神通 他当然知道 有了 我得到了 那对我有很好的证明 我第一次在缅甸 做燕贡 这位老法师 很慈悲 他说他要来参加 从来没有南传的法师 说要来参加燕贡 他就来了 来了我就放个椅子在旁边 他就一直静坐 因为我知道老法师 入禅定 他关心 到底你们在做什么 结果我做完以后 我特别又跟他回去 我就问他 刚刚老法师 你看到什么 很多鬼来吃 他第一次看到 他觉得很好 所以以后人家 问他怎么办 他说要做烟供 再加点药 这样啊 所以我现在已经 感化好几个 太北的很多大法师 他们很出名的 一开始我们要做 这个不好 浪费食物 然后晚上鬼就去找他了 因为他有神通嘛 隔天就一大早来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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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所以现在 他的都要我们去做 我现在业务量庞大 为什么 因为有神通 如果我跟学者讲就没用 他是被文章的 被巴黎文的 只教学术 因为他没有正量 他有学术 但是他就认为 你们这个是拜鬼 这是婆罗门教 因为泰国的居士都会拿饭菜在门口 那泰国的法师说 他们是拜婆罗门教 因为那个不是婆罗门教 那个是佛教传到印尼 印尼又传到东南亚 施死法门 也传到了泰国 那我就知道说 这位讲的人没有神通 真正有神通的人 他一定知道 很多众神来吃 这个是好事 就算没神通 也要有悲心 那这些饭菜 至少小鸟啊 蚂蚁都会来吃 就算看不到鬼 也有小鸟蚂蚁 流浪狗 如果各位你去缅甸看 到处都放的饭 那些饭给鸽子吃 乌鸦吃 鬼道吃 流浪狗特别多 这是一种慈悲 所以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很好 原来我们一点都没浪费 一点都没浪费 甚至在缅甸北部 有一位阿罗汉 叫麦林阿罗汉 当地很出名的 他还跟我说 烧太烧 因为他会关 他以前是反对 后来他进山洞修行 里面都是鬼 他不行了 他就找我去 让我到里面去 把鬼请出来超度 他说他这样山洞 他才可以住 但是他看得见 所以跟他在一起也很好 我像虾子 然后呢 他像 对不对 然后他看得见 他指导我们 利用南传佛教的神通 来帮助大乘佛教 证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11月10日至11月19日 印尼红法行程 11月11日星期六 念卢舍纳佛 大士至菩萨 持摘除岁一千节 小生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倍 上午九点 印尼雅加达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活动 11月12日星期日 念地藏菩萨 卢舍纳佛 持摘除岁一千节 小生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倍 上午八点半 印尼雅加达 瑜伽村餐厅 八观灾界 点灯 供水 幼功 及慈悲施食法会 11月13日星期一 小生通月 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一百兆倍 印尼雅加达 慈悲关怀 残疾孤儿院 11月14日星期二 小生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倍 下午两点 印尼雅加达 太公陵园 甘露十时 11月15日星期三 念阿弥陀佛 持摘除岁九十节 小生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倍 晚上七点 印尼仙达 心福禅寺 佛法讲座 11月16日星期四 绝望长老 圆集纪念日 念要王菩萨 要上菩萨 持摘除罪七千节 小生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倍 上午九点 印尼仙达 心福禅寺 要师佛法会 既传授八观灾解 11月17日星期五 要师佛圣诞 念释迦牟尼佛 持摘除罪八千节 小生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倍 上午九点 印尼仙达 心福禅寺 要师佛诞成法会圆满日 11月18日星期六 念定光如来 持摘除罪四十节 小生通月 释迦牟尼佛 殊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 九十万兆倍 下午四点半 印尼棉兰 放生祭祠被施食 11月19日星期日 等持如来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 一百倍 上午九点 印尼棉兰 八观灾解 11月20日至11月30日 马来西亚红法行程 11月21日星期二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居然揉佛 慈悲甘露诗食法会 11月22日星期三 达摩祖式圣诞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 文律玉佛寺心灵讲座 护生 点灯 水贡 幼拱 祝慈悲诗食超度法会 11月24日星期五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柔佛 利明达小学冷气礼堂 心灵讲座 护生 点灯 水贡 药贡 祝慈悲诗食超度法会 11月25日星期六 放生功德日 念药师流离光如来 辞在除罪三十节 下午四点 马来西亚麻坡柔佛 训证华文小学礼堂 心灵讲座 与佛学问答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佛教智慧故事 谭义法师与采薇少女 静朝时期又为谭义法师 他是浙江渔航人 早年跟随庐山 慧远大师出家 后来师成 纠魔罗石大师 求学一段时间后 他又回到汇姬 节路而居 虔诚敬送法华经 达十二年之久 屋里有人吗 阿弥陀佛 师父 我入山采药 不小心耽搁了时间 现在天色已晚 若再赶路 怕会遇到豺狼虎豹之类 因此想在您这里 介入一晚 这 如此深山野地 哪来这位看似 富家千金的少女 莫非是特来诱惑的贼人 或魔杖 你师主在此过夜 恐有不便 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 您尽早下山 或许还能赶在 天黑以前平安返家 师主为何哭泣 我只是个弱女子 今天已经在外奔波半日 现在要我拼命赶路 太何容易 可是 出家人不都是有慈悲心的吗 您为什么要让一个弱女子 遭受被虎狼所示的险恶呢 师父 您不要赶我走 我好害怕 好吧 您就在此赞助一夜 只一夜 谢谢师父 师父 您喝杯水吧 多谢师主 我还不可 走了一天的路 好累啊 我要休息了 师主请自便 哦 师主再次好好休息 我去外边打坐 师父 您进来避避雨吧 不用 外面很好 您临雨招凉会生病的 多谢师主关心 我经常在雨中秋行 不碍事 哎呀 师主 出了什么事 师父 我的肚子好疼啊 求您进来 帮我按摩按摩 这 这怎么可以 师父 我快要疼死了 求您救救我 救救我 不行 深夜里 光是一般男女 都不适合独处 更何况我是 手持戒律的初家人 而且按摩肚子 更是肢体上的接触 这万万不可 师父 您真的忍心 看着我 疼痛死去 而不礼吗 求人一命 甚遭奇迹腐屠 就因为我是女人 您就见死不救吗 是啊 她现在是病人 要是因为男女有别 而见死不救 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师父 救命 救命 就算是救命 也不能与她有肌肤之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昨晚多谢师父相救 举手之劳 施主不必接欢 师父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愿意留在这里 终生伺候师父 这万万不可 我是一个初家人 怎么能让施主来伺候 师父 你嫌弃我 当然不是 那就好 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 如果女施主 执意要住在这里 我只好离开了 师父 您转过身来 您是 我是普贤菩萨 这次前来 是为了试探你的修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件事情传开以后 大家都对 谭义法师的羞耻 相当敬佩 皇帝也为她 修建了一座寺院 以此纪念 普贤大师的视线 和谭义法师的 独行 一座寺和声 尽映 生命是一趟更恩之旅 生命是一趟更恩之旅 生命天使与你 一同幸福吉福 圆满生命 生命天使与你 一同幸福 祈福 圆满生命 祈福 圆满生命